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這個go out的整個過程大概會是怎麼樣 然後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是禮拜四 會幫大家都訂好飯店 然後各自到飯店check in 那我們會在9點的時候開始去每個房間玩點名 除了玩點名之外呢 我們還發了一個紀念品 一人一件這個工裝背心 然後後面還有秀這一次的2024的go out jambory 然後我們是台灣隊 好 今天是禮拜五 我們第二天的工作即將要開始 剛吃完早餐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8點半左右 那我們就是待會要引導這個團員去坐遊覽車 那現在大家待會就會陸續下來 遊覽車的話是停在附近的大馬路上 大概要走100公尺 即將開始 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遊覽車 這是二車 前面那邊還有一台 一車 這次總共兩台遊覽車 大家行李都上車了 好 我們現在也要上車了 即將出發 好 我們現在已經全部上車完畢 然後我們現在在草蕩一下 導流先生 那第一次來日本露營嗎 對 好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我是很開心 這次參加的人非常多 我們總共 談工作人員有81個人 這次的這個報名速度有點太快了 大家都很怕報不到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人要參加 不過 我們已經負荷不了了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在休息站 然後我們開了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後 會進到一個休息站 讓大家下車尿尿 然後補給一下飲料啊水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往超市前進 OK 我們現在到了超市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會休息個兩個多小時 那這邊是讓大家來這邊採買食材 一用就是超市 旁邊還有藥莊 前面有個Stand-up pole 在那個地方 那這邊還有大床 後面呢還有餐廳 那這邊還有營地 pole 運動用品 大家可以去採買一些裝備 然後食材 那我們在2點40會集合 然後再往營地出發 OK 現在前面就 這個Stand-up point 本來它只有到這邊而已 那隔壁它又拓下來了 生意變好了 我們應該有貢獻不少 好 我們進去看一下 買了嗎 又要收納袋了 收納扣嗎 對 都有缺 裝備永遠少了一個收納袋 這一個超市呢 離會場大概40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天氣好的話 也可以看到富士山 就在後面轉過去給大家看 喔 有沒有 富士山出來露臉 買一個特寫 這一次的天氣真的非常好 怎麼那麼少 剛進來 喔 剛進來是不是 所以剛剛去吃什麼 辣麵 辣麵 那妳開車喔 對 好 這是怎樣 這幾人份 我只好吃水果 就是6個人 是很怕口渴是不是 6個人 小朋友說要多一點水 喔 這個是大家買的這個食材 大家好像 應該 算控制還不錯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會場了喔 那大家剛剛已經戴好這個手環 那現在兩台車的人都不許下車 等下會派這個接駁車把大家行李載進去 那大家就是手提的東西走進去就好 好 大家已經分配完帳篷了 這邊是自搭組的 現在在搭帳 small的帳篷 好 前面這邊是免搭收的 大家都已經確認完 然後行李 現在行李車送進來 大家在分配行李 好 這次人真的太多了 大家行李也很多 喔 我們這一次的免搭收的裝備 來給大家看一下 蛋捲桌 喔 這麼大張 然後呢 KDNOT的椅子兩張 這是兩人份的喔 然後呢 裡面 行軍床 上面還有鋁箔墊 然後還有睡袋 還有內套 都有 喔 我覺得空間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夠用 我們這一次免搭收的話 我們應該來 三十幾張 三十幾張 那這一區 全部都是免搭收的區塊 進來部署 直接看富士山 好不好 正對富士山 這位置非常好 那錄完營呢 就拍拍屁股走 也不用收帳篷 所以非常舒服 好 這邊是 是Small的自搭帳區域 全部都是用這種400的 他已經在那邊做一個下午 不是一個下午 怎麼吃一杯咖啡 好 這個桌子是蛋捲桌 然後兩張這個大穿椅 可以嗎 對 我的生命就是要浪費在這個43% 哈哈哈 合理合理合理 另外的自搭帳的 就是這個 一個屋形杖 屋形杖 這個是3米乘3米的 前面也是 木頭的蛋捲桌 然後再加 大穿椅 來 看一下裡面 這三個人 有點亂耶 可以的 哇 這高檔 高檔睡袋耶 好 這個是 阿倫 這一次的Small的帳篷 就是阿倫 大力幫忙 想到日本就想到阿倫 想到Small就想到阿倫 晚上了 那大家帳篷都已經打好 現在都各自在煮晚餐 日月溫差真的非常大 那晚上大家就覺得很冷 所以說有些人都把桌椅都搬到帳篷裡面去 其實前面還是可以看到很清楚 這個富士山的這個形狀 好 禮拜五呢 這個高檔還有一個前夜季的活動 那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大家現在看到前面的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表演 很多人在這邊看 旁邊的這邊就是 烤肉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帶自己的食材 或是烤肉串來這邊 他提供這些炭火 跟這些炭架 然後跟大家這些露營的愛好者去做交流 這個就是Small的村路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煮菜了嗎 還有 還有我啊 開始 阿伯要用這隻 像機比較帥 阿伯看起來比較會直 要翻了嗎 有有有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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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鬆耶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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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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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湖面夠安靜,你才有辦法拍得到這個逆富士 GO OUT的日出 早起的等待 是值得的 整個畫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前面這排Snow Peak的帳篷 參加的免搭售的 那這個位置其實非常非常好 你只要帳篷拉開 你的富士山就在你的前面 而且呢 這一次的這個配合的廠商 其實它很多的帳篷 跟桌子椅子都是用新的 還是為了因應這次的數量太多 大家看到前面這幾頂small的帳篷 中型帳 打開帳篷 就是富士山 今天不管大概任何一個地方 富士山都會在你的正前方 好,現在大概是12點左右 現在就是逛街時間 大家早上起來 吃完早餐 看完富士山喝完咖啡 所以就開始逛街行程 那我前面這個就是品牌大街 你看 邊到後面 左邊也有 這樣逛 可以逛個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那這樣光你這樣走走到底 大概就要走個十幾分鐘 非常長的 前面的這個 像這個收納包 它現在就打7整 這是外面完全不會有的價格 所以在這邊買東西 很多廠商都會有下折扣 好方便也是給清倉的概念 但是呢 就是這邊買都是可以買到很便宜 這個是去去年有踢到的這一位選手 他今年又再來挑戰 我看他今年的運氣 會不會像去年這麼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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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個二號選手挑戰 來囉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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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近的耶 而且這力道可以喔 哇 哇 逼一完了 呃 就擔就比 擔就比 喔 這個在Information排很長 就是要去排隊等接駁車 然後出去探屋洗澡的嘛 那因為這個場地是不能洗澡 就是沒有開放 但是它有這個接駁車跟你接駁車 但是你就是要來排隊 然後領好麻煩的 這個Honda的單位加入LINE有送杯子 來給他看一下你們的杯子 好我也要來加了 OK 後來我也換到杯子喔 這個有很多的活動可以參加 這是大雄先生的彈位 欸 準備囉 喔 喔 喔 也是有禮物啊 我是很中間的 欸這貼子平常也是要花錢買的 要花錢買啦 真的 Go Out這次居然有看到台灣隊的廠商來這邊參展 這個是地獄四次的桌子 它的系列商品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貝斯550 這次都來這邊出展 希望之後可以在這邊看到更多的台灣廠商來這邊展出 風土意思 等一下熟掉是不是可以 三三熟就好 OK啦 在地和鳥子 我剛剛接到消息說 叫我一定要過來這個攤位 因為全部人都在刷 我們這次贈送的這個背心 他一直在疑惑我怎麼這件衣服一直走 哈哈哈哈 好 就是這個圖案 這是我們這次的紀念背心 然後呢 Auto Master 是不是 OK 還蠻好看的耶 日本的露營 就是家家戶戶都幾乎都開始粉 那日本的露營 就是粉火這些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吸收平常 所以你會看到 全部大家進入很多地方都還冒煙 蛤 要喝酒 蛤 待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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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火扛火 不要趁那個晚上變成經歷 那大家現在很多都去 大陸前面去聽這個演唱會 然後隨著音樂的音樂 有些人都去洗澡了 好 好今天是禮拜天最後一天喔 準備等一下來撤收了 那現在呢 免搭收的部分 大家就是把行李整理好 然後你看行李放在外面 那待會我們就會把行李集中 然後一樣貨車會載出去 然後上遊覽車 自搭帳的部分呢 大家現在就開始在 陸陸續續續在收掌 好因為我們等一下回東京齁 大概2點離開 那回到東京大概會8點 因為回去回程會曬車 最後的蝦餅之外呢 大家還要午餐 把它吃一吃齁 這個湖的後面 那一棟藍色的 大的房子 裡面有一個食堂 然後也可以在裡面吃 東西 有一些 漢堡醋 然後還有冰淇淋之類的 啊你認識 他們要回來囉 我們要回來囉